最低工資委員會今天起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 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最低工資委員會說 會以數據為依歸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社會各界可以在6月16日或之前 在委員會網頁的電子表格 全真、電郵或郵寄提交書面意見 最低工資水平去年5月由每個小時34.5 調升至到37.5 訴訟